哈囉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歐勒們 今天我們來玩一下我們的野獸戰爭模擬器 我們又回來了 為什麼老頭要回來呢 因為他出了一個新的模式 叫做... 類似叫做手塔模式吧 各位可以看到本來這個選項是四種 現在多了一個選項 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 這個選項呢 他就是 很像類似手塔的模式 然後他手塔呢 他會有一些就是 跟之前的模式差不多 我就是給你 給你資金 然後你要運用他給你所有的資金 去完成這個關卡 但是很特別的是呢 我先進去給你們看一下好了 很特別的是呢 他這個手塔模式 有點像是 之前你們如果玩過貓咪大戰爭的話 應該知道是什麼意思吧 就是說他也是 他是會靠這個 類似叫Mana 就是那個魔能 類似那個魔力 這個左邊就是Money 反正我玩一波給你們看就知道了 我們就稍微就是 來試試看 剛開始呢 他這邊右下角會有很多這個 裝備 那 每一隻野獸只能裝三種 最多 那當你這些東西開啟的時候呢 這個價錢的價碼就會提升 比如說我在這邊有一個大象八百嘛 那我加一個類似像是砲台的東西 他就會變一千 他是這樣子以此類推上去的 好不好 那 如果再加一個火焰發射器的話是一千二 那他現在這一關 第一關給我的這個Money呢 就只有六千 所以說我要用這個六千來突破這個Rundown 1 他會有32隻像是驢子吧 六隻大象一隻霸王龍 這是這一關的敵人 他會從這邊伸出來過來攻擊你 然後呢 這是我們的主堡 這視角可不可以切換下來 好像不行耶 只能用這種2.5D視角來看 然後呢 你會看到這是我們的主堡嘛 他這個中間這個塔的下面有一個綠色的這個條 這是我們的主堡的血量 好不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我看可不可以直接叫三隻霸王龍啊 然後兩千兩千兩千就好了 不行耶 都好貴 都超過兩千 一千九可以 我就買三隻霸王龍打看看 然後剩下三百塊的話呢 這邊有沒有三百塊的價格 我靠 直接翻漲是怎樣 加一樣東西直接翻漲 有有 三百塊的 熊哥哥 北極熊 然後這次買了之後就放在這上面了 然後你會看到他上面有沒有寫 之前是一千九的藍色的字有沒有 這些是我們待會要使用的魔能 我們的這個Mana呢 他會一直不斷的往上升 然後呢 上升到一定的數量 比如說上升超過一千九就可以召喚 所以說這個我們是來看這個魔魔魔魔魔能的這個遊戲 廢話不作氣說我們直接開始 一開始之後 你看他前面講魔能狂上衝有沒有 然後敵人衝過來了 我們召喚一隻三百的熊 上 巴拉巴巴巴巴 直接爆了 抱歉 我們用一隻暴風雨出來好了 衝啊 咬爆他們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下面有沒有 這下面就是我們這個 上帝視角的一些技能 像是這個隕石速要3000點 然後這個類似像是暴風雨 會讓移動速度下降吧 可以讓移動速度下降的 暴風雨600點 這個是雷P單點傷害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P這隻大象 感覺有跟沒有一樣 然後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火焰傷害 這火焰傷害感覺好強喔 然後這是 擊落一顆 這是補血的 幫我方敵人補 我方的軍隊補40滴 可是看不出來有沒有補啦 我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顯示血量 然後這是幹嘛的啊 這什麼意思啊 類似像是炸彈攻擊的樣子吧 範圍傷害600點 隕石是最高3000 我這一隻就撐好久喔 我們再招一隻出來 為什麼不能招 這樣就贏定了啊 對不對 我們的全部都出來了 贏了啊 不用講啦 燒死你就好啦 再雷P一下 贏了 贏了 你生存了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那個 第一個關卡 Rong Down 現在是Rong Down2有沒有 32隻山羊 6隻大象 10隻巨... 那個是念巨齒獸吧 我忘記了 這個10隻巨齒獸很強欸 來 我們現在多少扣打 一樣是6000扣打是不是 6000的扣打的話 這個是 這個不要 完了已經買了 欸買了不能退是不是 欸幹真的欸 哈哈哈哈 買了不能退 完了 我買一隻很爛的東西 好 那 2000了 買兩隻 極背龍 剩下多少錢 400塊 剩下400塊了 哇 這個是 這個是犀牛嗎 我記得我們好像有一隻很強的 金剛要嘛不要吧 我們看一下恐龍類型的 哇好貴喔 都沒有錢了 好 我們就用迅猛龍 迅猛龍加場管步槍 居然那麼貴 沒有錢了 買一隻好了 好不管了 我們上 我們先趕快存到2200喔 召喚一隻出來 哇靠玉山要衝過來了 來不及了 哈哈哈哈 先放火焰燒了他們 不要 丟 快點 抵制他們 呀 呀 呀 太強啦 我們先把這兩隻放出來好了 我覺得我們有這兩隻放出來應該 超強的 你看我們這隻 這隻幾倍龍根本就沒事 沒事 來來來來 呀 根本不需要放到任何技能 這兩隻就夠了 你看 哇 馬上跳blanking欸 超丟 大象來了 大象來了 好 我們可以叫一隻迅猛龍 衝啊 這迅猛龍跑好慢喔 燒死他們 哇 又來大象了 我們來 我們來囤一點能量好了 我們能量囤高一點 一次放一堆魔法 應該是有辦法直接秒掉他們 對不對 完了 完了撐不住了 快點到現在 燒了他們兩個 不是他們兩個 他們全部 隕石速3000點 不夠 完了 放這個 讓你們速度變慢 欸不行他會死啊 3000點快點丟隕石丟隕石 隕石3000 3000 炸死他們 欸贏了喔 不用了 耶 莫名其妙贏了 還蠻輕鬆的嘛 我們現在弄盪3喔 32隻駝鳥 20隻鋸齒獸 然後8隻 這是什麼長頸鹿喔 長頸鹿血比較多吧 然後一樣是給我們6000 欸我覺得火運發射器真的比較強欸 用火燒比較強 那我們看一點不一樣的好了 買一點 買一點是什麼 這是什麼 馬兒 來我們來買10隻馬兒 我們駝鳥也來個10隻 還有什麼 驢子 好我們沒有錢了 這樣有辦法贏嗎 試試看喔 衝啊 燒死他們 哇 超級會 超級噴來噴去的 快快 會死會死 這個要火燒 完了沒有能量了 快600600 不夠不夠這多少啊 1500 完了死定人他們衝過來了 啊我的塔要爆啦 我還去用體型大的恐龍還比較強欸 感覺體型大的恐龍比較強 欸我的塔不能爆啊 快點燒爆他們 燒爆他們 你看那個 那個驢子咬一下就噴出來了 我的天啊 駝鳥上 駝鳥上 大家知道你們威力有 全燒死了 我可又來一群駝鳥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快點看 15001500 燒掉他們 有啦 我覺得這火箭傷害真的好強喔 他們會 早火流血致死欸 欸不過我的塔還掉好快喔 欸我幹嘛幫忙補血啊 白癡喔 按錯了對不起 哇 八隻場頸鹿對一隻驢子 耶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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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車禍了 死掉了 我們還是先幫他們燒好了 他們走路很慢 用燒應該是燒著死阿 好 哈哈哈哈 我已經沒有部隊了 用燒的把他們燒死 登登登登登 等 我覺得這個雷劈很爛耶 那個只能劈一隻而已 召喚一個閃電 雷一艇 砰 還不如用範圍傷害齁對不對 好 我們先暫時忍耐一下 存個3000點丟一顆飲食術好了 反正我們血量應該抵得住 Fire 砰 喔 幹 還有 我死定了 我的人生就此糾結 沒關係 撐住 哇 這個血量掉了一點快 快點看 你撐個3000點 隕石術砸下來 它就死了 撐住啊 完了完了 我要爆了 哇 他們這樣 他們很兇耶 死捏 YA 是不是 哇 這3000點這個隕石術真的太強了 喔 這是怎樣的RUN DOWN 全部 F I N A L 飛啦 飛鈴 啊 不會唸 反正呢 6隻長 6隻這個大象 20隻巨石術 2隻霸王龍 我覺得我們不要再用那種很爛的好不好 那種血太少了 我們就用霸王龍跟擊背龍兩種好了 這個比較強好不好 拜託 所以說這個買個 買個2隻嘛 剩下的就買比較爛一點的啊 對不對 這個至少800嘛 雷龍嘛 好 就這樣子了 不管了 好 我們現在剩200塊了 呃 我還是要3羊好了 隨便 GO 誒 我們的血量不夠囉 用這種方式撐這個血量 原來是一 原來是整個塔的血量撐到整個回合結束哦 這樣不優耶 這樣真的不優我說真的 會輸會輸 咬他 誒 我們塔快不行了 我們塔快不行了 我說真的 需要兩隻來支援 快快快 哇 這個不行啊 誒 我們的那隻死了 不是吧 不太好 不太好 現在不太行 哈哈哈哈 20 20 去擋 好 我們所有的戰力全部用完了 撐得住嗎 山羊 山羊 山羊加油 有有 我們就多 我們先存個3000點 直接隱石樹給他砸下去 快快快 誒 其實我們可以存更多誒 就是如果我們這隻也掛了 我們就可以孤注一隻 你知道嗎 算了 直接隱石丟下去好了 幹 連我們家的也砸是怎樣 我們家的雷龍也被砸死了 原來他是無視自 我的傷害喔 無視自己人的傷害喔 沒關係 我們這邊有個3000 再見 好酷的遊戲喔 哇 感覺後面會越來越難誒 哇 這次算是第一關而已誒 第一關是守塔喔 第二關就不一樣了 他每個關卡都不同誒 會不會第二關是要守這三隻雷龍 不能讓他死掉啊 好酷喔 這遊戲 OK啦 我覺得我們今天先試玩到這裡 那之後後面這五個關卡會怎麼樣 我們也不曉得 總而言之呢 這遊戲呢 還可以繼續進行下去 我個人覺得是蠻有趣的 那不過還有一些地方 還不太了解 可能需要耗的 到時候要第二集玩看看才會知道啦 那麼如果你喜歡這影片呢 一定要記得按個喜歡 讓喜歡數變多 這樣子我曝光率就變高 感謝各位記得收看 記得按個訂閱 或是下方留言 我是小頭 我們下一次 野生戰爭魔力氣 欸 野獸 野獸戰爭魔力氣再見了 掰掰